在場的各位先進 本席想請部長 政部長請 謝偉你早 部長早 部長今天是這個兩公約的成效 那講到人權 當然法律就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馬關者 法律怎麼樣制定 或怎麼樣解釋得宜 攸關到中華民國 所有人的人權 所以在這邊呢我要來 請教部長 就是針對於 現在 包括國科會的主委 包括教育部長 包括非常多的首長 都對法務部 針對於學界 目前正在因為 一些發票 不實的申報 以及賬物的一些不清楚的一些流程 而被偵辦以貪污自罪條例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針對於現在這個問題 法務部的態度 跟對於這些偵辦教授的一個罪名 跟他們的行為 會以導致貪污罪名的情形 據你的認知 目前的情況是如何 關於 關於大學的教授 以不實的發票 來 合發研究金會這一部分呢 目前是有幾個地檢署 已經 在偵辦 而且呢 像彰化地檢署 也起訴了一部分的 大學的教授 與法務部的立場 具體的個案 我們不介入 不指導 他們的偵辦 我們尊重檢查案的偵辦 但是呢 最高檢查的檢查總長 黃總長呢 他在七號的時候 對這個案件 相關的法律意見 他講得很明確 他的說法是怎麼樣 請你重述一下 是 他這樣表示 像大學的教授 跟國科會等機關 申請研究補助金會 從事科學研究 並非刑法上的公務員 這基本上 不是刑法上的公務員 他們不算是公務員 我再接著講 他還有彈書 但是 如果他本身 依據法令 監辦 採購 驗收 等業務 就認為是 屬於 刑法 第十條 上面所講的 授權公務員 那個時候 他如果單純的 接受 委託來 研究 那這個不算公務員 可是 他 這個 研究案 他又監辦採購 跟驗收 那這個時候 他就 具有 授權公務員 身分 那 你講的那個依據 是依據什麼 麻煩您再說一次 那 是 黃總長 他對外 公開的 這樣說明 對 他是依照 這個大法官的解釋 是 不然是這樣子 我想 我想部長 我們來 說一些話 今天就是說 你的意思本來是說 他 不是授權公務員 但是 因為他有辦這個採購 但是問題是 他們是跟國科會 去爭取 一些補助 來做他們的研究 那研究就要做一些採買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看到就是說 一樣的教授 跟 一樣的教授 有的可能在公立 有的可能在私立 然後呢 他們做一樣的行為 可是因為一個國立教授 一個不是國立教授 所以一個就變貪污犯 然後一個只是 詐欺跟 衛造文書的罪犯 是不是這樣 對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是身分別 可是我覺得說 他們這些教授 講的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這些教授 那個 欸那個 我們那個 醫事人員小聲一點好不好 從剛剛就講話很大聲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就是說 他們是一個公務 一個是公立大學教授 一個私立大學教授 一個就變貪污犯 一個變沒有貪污犯 那可能是他今年才到公立 那去年可能他在私立 那可能他做一樣的研究 那去年的就變炸雞 跟衛造文書 今年就變貪污犯 這個在教授的心目中 不成立 他們心裡沒有這樣子 一個貪污犯的一個行為 跟太陽 像這個前兩天不是一個 鄉長嗎 收取貪污嗎 他們呢 人贓俱貨 那邊講 那就是貪污 包括我們有很多 過去跟現在政府高層 你收錢 那就是貪污 可是當這些教授 他今年在這裡教 明年在那裡教 然後你說他去年是詐欺 今年是貪污 坦白講這些教授 心裡不太服氣 你說罪行法定來說 我覺得這一條法律 定的不是很清楚 那你剛剛講的 就是黃總長 對於法令的解釋 對不對 可是你對於法令的解釋 要對於社會 要有一個普及化的認識 我覺得這些教授 目前他們自己在被辦這個案子之前 他們自己有沒有認知他們是貪污的行為 我不是這樣認為 你覺得他們這些教授 每個人 在做這些的時候 知道說他們每個人都是 五年以上跟七年以上嗎 你覺得是這樣嗎 所以 對 那個他這個行為 對 那黃總長他有講 對 他說分兩種狀況 對 一種如果公款公用 那個 他認為沒有貪污的犯例 所以不構成貪污罪 但是公款 施用 他就有意圖 自己不法 利益這個貪污 貪毒的又意圖了 那這個時候才會構成貪污罪 所以雖然 所以 這些一百多個教授 有沒有貪污 我是覺得這些人有犯罪 可是每個人都要關七年以上 十年以上 我覺得這樣不好 因為他們本身貪污的意圖 並不是那麼明確 過去問你說有一些教授 有被判刑確定 因而入肩服刑 讓所有的教授們 上百個都能夠以此心聲警惕 就像現在多少的官員被關進去 可是後面還是有人貪污 這個他們自己沒有警惕 沒有警覺 而去犯下這種罪行 被關是活該 我想請教部長 在這一波一百多個辦的之前 以前有哪個教授是因為國歌會的補助 而公款公用 然後納入口袋 被判刑貪污自罪條例 確定定業入肩服刑 然後判刑的刑期很久的 我不曉得 我是真的不曉得 有沒有 有沒有部長 之前嘉義有岳教授 就判刑確定 那是什麼時候判刑確定 也是最近這幾年 對嘛是最近嘛 你懂意思 所以說這個判例是不明確的 所以根本對這 你是你今天講 我知道 我聽說嘉義有一個最近才確定 應該是最近才確定嘛 那你說最近確定之前 你如果有確定有揭露以後 學界本身知道這樣做是可能違法的 那是OK的 但是學界對這個事情根本是 沒有一個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認知嘛 這一點 部長 部長能夠理解嘛 就是說 或者學界做錯的事情 可是他們針對於這個事情 是沒有很清楚的認知的嘛 那你講判例有啊 最近有一個 很多在場的同仁都不知道嘛 對不對 嘉義最近有一個 是我去研究以後才知道 嘉義最近有一個判 那你說誰知道呢 你問今天沒有講 搞不好有些被刑來的官員 都不一定知道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去裁定下去 是因為黃總長的法律見解嗎 還是因為法務部上下一起 對於這個法令跟大法官的解釋是很詳細的 還是我們已經開過檢察長會議 來確定說就是這樣子的採處方式呢 關於具體個案法務部 不是具體個案 我是指這一類的法令解釋 我現在是指跟部長請教求教 針對於這些剛剛黃總長的解釋 這些人做了這樣的事 那樣子是犯那一條 這樣是犯這一條 是經過了什麼樣子的一個決議跟會議 所做出來的決定嗎 按照我了解呢 黃總長有召集承辦 這一類案件的幾位檢察長跟承辦的檢察官開會 對 那開會就是這樣一個公式 等於在他那個最高檢的辦公室 那我現在意思是說 這個根本都不是一個 連檢察長會議大家都沒有討論過 只是因為針對這一批的個案 他有開了一個會 他指示說 這樣子是我們畫的一條線 那過去又沒有判例 那所以教授也不知道啊 那我去年在這個文化教室私利 我今年來到政大教 去年變詐欺 今年變貪污 就是因為黃總長 在那個幕僚會議裡面 他做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對很多教授 是非常非常的 法律的不確定性 是最 只是說至高到了極點 所以我覺得 對部長這個事情 我覺得黃總長他是依法辦案什麼什麼 我們都非常尊重 可是要考量到社會的很多實際的一個情況跟氛圍 那我不曉得部長你目前對這個事情還能夠有什麼樣 比如說你就怎麼樣子能夠 因為總長不會來嘛 所以他的法律見解我們也沒辦法跟他求教 那我現在只是說因為過去的判例沒有形成 所以大家不知道 然後現在呢所有的人都同時間犯了這麼多的貪污罪 上百個教授要被因為貪污罪被抓進去關 過去又沒有潛力 那怎麼樣形成這樣的共識 或者是因為檢查總長以及幕僚檢查幕僚辦案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界定 這樣子有叫罪刑法定嗎報告部長 確實這些有在檢討研究的餘地 但是我們食物界也另一種看法 他說不分國立或者私立的學校教授老師 他只要有這樣的一個行為有採購跟檢查驗收這種行為的話 都一律視為授權公務員 都認為他是屬於授權的公務員 那如果授權公務員他公款適用的話就會過程貪污 還有一部分的法制的人是持這種見解的 我相信有意思 我相信任何法律都有以說 包括副市長他也是都是我們政大的學長 剛剛的法律見解大概是你Pass給副市長 謝謝非常專業 但是我的想法是說任何事情都有加一兩說 現在的以說就是說 蛤?你之前沒有講 我覺得實際的情況不是以說 所謂的以說是說他並不是真正的公務員 那做這樣子是詐欺跟衛造文書 是要予以懲戒這個時候很清楚 不過部長我今天講了那麼多 不是要替教授求情 只是說實際的情形現在滾雪球越滾越大 你是還沒有查以前所有的教授 所有的採購 你真的下去全部給他整根拋起來 不要說是一百個 一千個都不是問題 包括部長一千個都不是問題 好好的下去每個查一千個都不是問題 但是這個很嚴重 請部長跟總長這邊未來好好研究一下 這個問題該妥事的解決 好嗎